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恐怖片 女哭声 影片一开场 高级领导王德白家的厨师 正在厨房忙活的时候 一肚子怨气的女鬼突然出现 也不问青红皂白 气里咔嚓就把她哥们给杀了 转场之后 从小就失去双亲的小甜甜 为了糊口饭 被迫嫁给了王德白家的三儿子大长眼 王德白一共有三儿 老大老二已经被盘踞在他们家的 那个女鬼里杀了 王德白因为这件事得了精神病 吃饭不知道寄饱 睡觉不知道电脑 而且还治不好 她老婆冷戴婶一看 心想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于是便把王德白锁在了骨仓 为了保住老三大长脸的命 冷戴婶把小甜甜招到了家 对外宣称小甜甜要跟老三成婚 其实是让小甜甜嫁给用人的儿子 以此来迷惑那个女鬼 女鬼一旦把用人的儿子 误认为是老三给干掉 那么大长脸的命也就保住了 此时的大长脸 就带着手下躲在一寺院 不过这哥们年轻气势不认命 当她在寺院里无意中获得了一把 能斩妖扶摸的宝剑之后 便决定回家跟那个女鬼大战三百回合 由于出身卑微 从冷戴婶到老大老二的媳妇 都看不起小甜甜 大长脸带着回到家 一看小甜甜长得颇有几分姿色 而且皮肤也吹淡可破 于是便决定亲的动芒 冷戴婶说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不是吓唬闹吗 你要是一领盒饭 咱将香火就彻底断了 大长脸说逃避不是办法 那女鬼可不是好户了 你这苦肉机根本没洗 我手里有大宝剑 保证人的女鬼领盒饭 洞房之前小甜甜洗了个澡 在小甜甜的左肩头上 有一个被高僧唠的万字符的烙印 这个万字符不仅有驱鬼辟邪的作用 还能让小甜甜混见鬼 到了后晚夜 女鬼化作一阵清烟 先把几个家丁给农牧圈了 大长脸拿着大宝剑一路追到一农舍 准备给女鬼大战三百回合 行家伸身手便知有没有 三招不到大长脸就交了饭票 小甜甜闻讯赶到农舍 幸亏他左肩头上的万字符保佑 不然就跟大长脸一块去 转过天 冷淡婶把和尚请到家里做法 这和尚可不是头一回来往那边家 每次都是飞尸飞鸭 临走还有红包 可到头来一点用没有 冷淡婶说你别念了 我算看出来 你就是来我们家混饭的 你赶快给我滚蛋 大长脸一死 这小甜甜留着也没什么用 不过这小甜甜 毕竟跟大长脸度过房了 为了以防万一 冷淡婶决定让小甜甜在他们家住上一百天 如果到时候没有怀孕 再把小甜甜早就住门 过了一段日子之后 这小甜甜果然怀孕 这一下可把老大老二的媳妇气得不行 为了能除掉女鬼 冷淡婶又把神通广大的法师大眼哥请到了家里 大眼哥带着女徒弟一进王子白家的门就绝对不对劲 这一巴根不停的窜凉气 女鬼一看又来个添乱的 于是上去就给了大眼哥一下马尾 这大眼哥毫无防备 吐出了一大盆的墨汁 大眼哥说这女鬼干是干不掉 咱只能抚慰她 人都爱听好听话 这鬼也一样 大眼哥又找到小甜甜 说这个女鬼不仅法力高强 而且脾气也不好 你最好赶快跑 晚了可能就跑不了 小甜甜说我不走 我忍辱偷生吃苦受累 就是为了有一天的母平子贵 到时候我母一天下 家里所有人都在听我的话 大眼哥说既然你野心勃勃 那刚才的话你就当我没说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女鬼突然杀到 大眼哥随手之功把红豆 就把女鬼给打跑了 随后大眼哥开始在 女鬼的分钱做法 女鬼一看都欺负到 自己家门口了 那能干吗 于是便开始使用超能力了 大眼哥的徒弟 当时有个儿子屁 女鬼心里很清楚 这一切都是冷淡神 在背后搞的鬼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 七里咔嚓就把冷淡神给杀了 然后摇身一变 以冷淡神的面目出现 魂魄被女鬼控制的冷淡神 一带往日的冷淡 突然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这让家里的人都有点不太适 转过天 冷淡神把骨仓的钥匙 交给了小甜甜 小甜甜来到骨仓一看 发现老爷王大白 居然在里边关着 王大白看到冷淡神之后 这精神病居然不治而愈了 简直是个奇迹 冷淡神说 老爷之所以能痊愈 多亏的是三儿媳妇 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带了夫妻 老大媳妇一听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把小甜甜叫到了自己房间 老大媳妇说 你想母平子贵 小三上位根本不可能 你要是再敢耍花招 我就把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 全干掉 小甜甜说 大嫂你别太过分了 谁敢动我的孩子 我就跟谁吐了一劲 这女鬼 为什么非要跟王大白 一家过去呢 原来这里面 有一段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 王大白是当朝著陈 平时没别态 就喜欢走马仗才下回来 突然有那么一天 小姐心机妹跟王大白 说自己怀孕了 非要让王大白 把她取进门 而且还要当正访 那王大白能干 心机妹说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把你和另外几个大臣 密谋造反的事捅出去 到时候让你吃不了 逗着逗 王大白一听 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南边生的 马上命人 把心机妹抓了起来 严刑拷打之后 把心机妹杀了 心机妹阴魂不散的 化成厉鬼 开始报复王大白 这部影片里的鬼 跟人不一样 光吃家常便饭吃不饿 非得喝点血不行 到了后晚夜 被女鬼心机妹 控制的冷淡神 饿得睡不着了 跑到鸡窝里 把里边老母亲全给祸 用人炮灰事 听到动静过去一瞅 吓得是浑身发动 冷淡神一看要暴露 于是急忙把炮灰事给杀 忍无可忍的 王大白打算挖开心机妹的坟 把心机妹的十五一把货给烧了 心机妹的鬼魂一看那能干吗 急忙扔了颗手就干 王大白的几个手下 当时就领了好汗 这下王大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坐在门口是长驱短叹 要说这王大白 可真是老当一王 没过多久 冷淡神居然怀了身孕了 这冷淡神并不是王大白的原配 是王大白在老婆死了之后去的闲 但由于身体的原因 一直没能给王大白生个一二半 法师大二哥说 冷淡神的魂魄已经被女鬼给控制 他怀的孩子是恶魔的重 当务至极是找到冷淡神的尸体 把刀插入他已经尸魂的肉身 这样危险才能消除 他们这边正忙活了 女鬼这边也没闲着 他首先把大二媳妇给干掉 然后又利用王大白杀了二媳妇 恢复了意识的王大白 这个时候才发现 冷淡神原来是心机妹的鬼魂变了 可发现也晚了 女鬼连挠带抓就把王大白给杀了 由于小甜甜有万字符护体 因此很快便找到了冷淡神的肉身 影片的最后 大眼哥和小甜甜联手 跟女鬼展开了肉围来 女鬼一看不敢恋战 索性摇身一变 又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男人必须有担当 千万不要去嫖娼 万一玩的过了火 家人跟着也遭殃了